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十六 我明年开始十二年级 十二年级了 你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吗 是的 我从小在加拿大出生 然后我有一年回中国待着 但是我从三年级以后就在加拿大待着 那对于一个在这边出生 在这边长大的孩子来说 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 我是在家里跟我妈妈跟我姐姐说中文 但是平常就也是说英文的 那可以首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奥林匹克竞赛吗 加拿大奥林匹克竞赛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生物竞赛 我在这一次比赛像您说的拿到了加拿大第一名的好成绩 那你为了参加这个生物奥林匹克的竞赛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有一个老师 胡卫老师在加州给我online上课 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从九年级就开始跟这位胡老师上课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会 他从对技术开始教我 而且他带了我参加美国的奥林匹克竞赛 那时候我进了semifinal 然后带了我去英国的竞赛 我拿到了金牌 我也是很感激胡卫老师的 其实为什么会对生物这么感兴趣呢 是因为家里面有羊虫或者是植物吗 是的 我从小就很喜欢关于生物的事 家里小时候有三只小狗 有一次我们家小狗被抽油抓伤 我看见他身上的血 看见他身上的伤痕 我感觉特别心痛 所以我那天晚上立刻把他带到了宠物医院 陪了他一晚上 然后那天我在家里在网上查到了 好多关于野生动物能够带来的细胞 而他们能造成的危险 就是有可能他们会因为抓伤了 或者咬伤了你的狗狗 带来一些细菌 一些疾病 那你在网上查这些资料的时候 遇到一些专业的医学用词 当时你都看得明白吗 我好多时候都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想帮助这些小动物 想让他们的痛苦小一些 我是每天都在家里在网上查 或者去图书馆里查资料 让我能慢慢的学的越来越多的新东西 所以在学校当中 是不是也对生物这门科系非常感兴趣呢 我在学校上的是 我今年11年级上的是生物12 所以我对生物也是很感兴趣的 但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资源有限 我有些东西只能在学校外面做 很厉害哦 1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跳级学习 12年级的这个生物了 那你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发现会需要用到一些生物知识的时候 那肯定了 三年前我姥姥得到了一种血癌 叫multiple melanoma blood cancer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 我为了帮助它 我在网上整天找医院或者什么医疗所 什么能够帮助它的 这个其实我也非常能感同身受 因为我爷爷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人类需要功课的一个地方 那当时你去到帮你的姥姥找这些资料 用了哪些方式呢 我找到了一个医院叫Vancouver Cancer Institute 他们说有一种新药他们可以用 但是我去找了他们 跟他们谈了之后 发现他们的药现在还在实验阶段 不能用在整体 从那时起我有一个志愿 想当一名医生 为了尽早能够帮助那些被癌症折磨的病人 这个非常的有趣 其实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癌症中心 跟他们接触到 说了解到说有这个新药的呢 我是整天在家里 就是看见我姥姥那么痛苦 看见她的折磨 我是想能怎么帮助她 我就怎么干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挺小 没有什么支持 所以我只能在网上找 我怎么能够帮助她 然后我是从网上搜跟学习的部分 我才能找到了这个Cancer Institute 我跟他们联系之后 他们才告诉我们他们的药性 还不能用 那除了在网上之外 还有没有做过一些实践上的 比如说实验呢 或者是一些实习呢 是当年的暑假我去了中国的一个医院 我在手术室里面观察他们做手术 待了一个月 嗯 当时你在手术当中负责一些什么呢 呃 我负责 我也不能负责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还很小 什么对啊 所以我只能看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点害怕 有点恶心 但是待了长了一点习惯了以后 我越来越感兴趣 嗯 所以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在旁边 是 那你一定是见到了很多血腥的这种场面 当时有没有一些呃 反应就是吐啊 或者是不舒服之类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啊 但是过了一点 习惯了就没有了 然后我在手术室里看见 医生给病人开刀的时候 跟我在网上查到的视频 跟报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次我在手术室里 所有的医生都劝我 是不是我妈 是不是我妈 或者我爸逼我当医生的 劝我不要当医生 因为做医生很辛苦 收入少 然后有的时候 那个家人的 病人的家属也也不能理解 嗯 那你当时听到他们这么劝你 有动摇你当医生的这个志愿吗 呃 他们的说法并没有动摇我 而是让我更坚定的想帮助病人的想法 嗯 那么在后来 呃 你回到了这边之后 你觉得这一段的实习经历 对你又有哪些帮助呢 呃 我从中国回来时候 我看到了他们的手术 我感觉我能够适应他们的那种 很专业的工作环境 呃 我那时候14岁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感觉 呃 你是为了当一名医生 我很羡慕他们能够这么专业的帮助病人 通过这次学习 我也发现有很多专业的知识 我必须要学 嗯 那刚刚呢你有说到你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 嗯 那你有没有一些实践的经验呢 呃 我找到了一个博士叫李隆诚博士 他是一个rRNA的发明者 呃 我去了他的实验室叫Ractogen Therapeutics 在中国 呃去学习 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看到了真实的细胞 而且我是从他 从洗细胞开始学习 哦 洗细胞 你是说洗细管还是细胞 哦不是是像 呃 洗细胞是一个 it's a process where um you inject a solution to cause the cells to stick to the surroundings and then you dissolve the uh the growth medium and then you take that out so then you just be left with the cells an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with them 哦 所以说就是注射一种化学 然后让这些细胞来分开 是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洗细胞的 所以可以把它 可以把那个细胞来isolate出来 所以你可以试新的药 或者新的什么 experimental procedure 哦就是用这些细胞来做一些实验 是 啊这听起来难度也非常的大 啊但是我也不是要干什么很很 intricate 的东西 就是为了帮他们洗把他们 isolate 出来 然后让那些知识点 知识 所以让那些知识多那些很聪明的人来做的 那你在他的实验室当中有学习到哪些方面的知识吗 呃因为他是RNA的发明者 他们教我们的东西都是现在网上都查不到的东西 我感觉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 我也对理工程博士很很感谢 嗯所以说在实验的当中可以获得很多书本上不知道的知识 嗯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我们将继续请凯文与我们分享他的追梦之路 和声情练之路 和声音计划